hello大家好 我是耳铭 大家都知道啤酒不仅是一种提供能量的饮料 它也是一种社交饮品 一种能够让你表达自己和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载体 如果水皮是在一个颜色的午后 能够让你解渴透心凉 那么精量的苦和烈 能带着人对抗并战胜身体 本能够能满足和愉悦 那么苦尊回甘 烈中病麻 又是怎样的体验 花椒风味啤酒 这还是我头一次提这么奇葩的啤酒 花椒风味是挺奇葩的 真的 花椒味啤酒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2020年就有 18年多过后 也就只有在中国有 那原料 水 大麦芽 花椒 啤酒 花椒 原麦汁12匹 酒精度4.8 看到没有 这提前动过的 有花椒味 但是不懂 倒出来看一眼 花膜挺丰富的 也很细腻 消散很快 这颜色有点小上火 但是不严重 味道闻起来跟普通经验味道差不多的 有点IPA的风情 再试一口 我也成了剂子饮酒 年纪鱼啊 我这味道挺憋出心裁的 有麦芽的香味 还有一股花椒的麻感 然后细品的话 有一股大料的味道 怎么说呢 这感觉很成都 有一种麻辣火锅味 确实很结巴 还有咱们去年吃的那种 椒麻鸡的味道 就感觉每一口 都好像有蜜花椒在你的舌尖跳舞的行为 扁桃体也有一种麻感 天然的花椒和这种麦芽碰作 产生了更多的层次感 然后让你在喝它的同时 它的前味 包括中火味 会有一种 麻酥酥的感觉 就吞下去之后 你的味觉 触觉 嗅觉 就好像被几个 山长做麻辣料理的厨师长 把你抱回来那种感觉 奇葩中又带点刺激 就怎么说呢 给我的整体感觉 又挺平衡的 它没有说哪一个味比较跳 麦芽 花椒 啤酒花 酱米 都很平衡 都在一个起跑现场 没有单独哪一个味 说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比起这个花椒味的 我还都更喜欢喝花生酱 哇 这样一搭配 讲的更 更奇怪 这种蒜香的花生 就立马变成那种 卤水的花生 像那种花椒味的啤酒 对于要玩一样 喝着可以的是没问题的 但应该喝不多 感觉有点粗细 跨度有点大 哇 OK 咱们总结一下吧 那饼银身有点短 也是在我一颗之外 如果你口味比较特别 喜欢尝试 并勇于尝试新鲜感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它有一种在你吃菜的时候 不小心嚼着花椒 然后那个花椒的力 又晒在你的后头牙的部分 你又不设防的把它嚼碎 然后吐出来的那种 经久不散的那种口感的味道 有点上头 不过我倒觉得 它应该是咱们国产金样的先锋 勇于尝试 先这样吧 然后还有那句话 如果喜欢的视频 你记得帮我投币点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